再來看美國總統董森林川普任命參議員 盧比歐做國務卿 國安團隊已經做成了 金融市博士指出川普應該對中國 提到大家論壞 來控制大海發生戰爭 我們各位國安局長副民間 今天也分析說川普新政府主要的 是美國由生和壓制中國 美國總統董森林川普的國安團隊 六十萬行包含前面參議員 盧比歐擔心國務卿 總管國務卿 總議員瓦爾茲是尊國安顧問 金融市博報道川普前點這空中銀牌金屬 會對中國採取國家共和壓力量 頭過天天共台軍令 控制大海報化衝突 管局長副民間十四政治部分析 川普新政府有兩大主題 副民間表示沒有拜託美方 提出更加專門性的戰略 包含地人政策 經濟多高 用應人安全和出口關節 臺灣是國際社會重要優勢 不是一個資產要坐 免請協助相守便利的國家 它侵犯與美國合作 另外中國主海航電 電視各項新設部機 尤其尖三號政機 作為新一台中國 航南福建河的南載機 副民間驗化有兩個目的 航電對外電視 軍備導致的建築能量 加早出國外客戶 不過我們的政國軍南政 都在出色航電 所以後來歐洲中國軍力 他們去中國媒體一直在報道 頂上偽報的版面 把這一些實際上的真相告訴大家 讓大家觀眾知道 我們中國有多強 懷疑這是不是就是一個 由中共在後面倒的一場戲 那余律師只是這上面 被交付任務的演員 不能排除 那這也凸顯到 我們在法律的規範部分 可能還有一些模糊的地帶 才會讓中共有 這樣的一個操作的作為 陸內西是消耗退後 無受兩法人民關 下調理規範 入規範後 中國任台灣法律的勞動 副民安政委 強行吃早中國 進地前的操作訴求 對天吳軍人 在兩法交流 應該有更嚴重的關係 記者綜合報道